嗨,大家好,我是小河 好久没给大家看我的小灰燕了 你看,这个是我刚弄好的蝗虫 现在我要拿到楼顶去为我家的小灰燕 刚才我上去晒衣服看到他们两个呆呆的在那里 现在我们出去看一下 哦,有老鹰 有老鹰,这下我抓到他了吧 你看那只老鹰 过去 你看,刚上来就有老鹰咯 怕吗,小灰 怕不怕 我去,刚上来就看到老鹰咯我去 好了,他飞走了 不怕了啊 现在我们吃饭了 飞走了 我这两只小灰燕不知道哪一只是公哪一只是母的 说不定他们这一对都是一公一母的哦 嗯 这颗都是蛋黄,我去看他吃不吃的 哎呦 他的蛋黄他不吃的 你看 扔在那里了 可能那个蛋黄啊 蛋白剂太高了 他吃了会发胖 他就把那个蛋黄给扔掉了 不过那个 他那个头他又不吃 他的头骨头又太多了 嗯 这灰燕真是会享受哦 嗯 他的尾巴 来 我一口下去 压好慢了 哎哎 来 现在饭量好像不怎么大 现在饭量太小 还有 来 过来 那他的头又不吃 嗯 嗯 六七鸡的蝗虫 我刚有六七鸡的蝗虫 你看现在还剩两只 可能这蝗虫太大了还是怎么的 要不然就是这蝗虫 他太肥了 你看 他都不吃 试一下 不吃呢 不吃的 你看他的头他不吃 只剩下两只 哎呀 真是的 最近他吃东西很少啊 不知道他是宴食呢 还是那个 季节不一样 然后 发生变化 他们就吃东西少了 可能明天就出太阳了 明天出太阳的话我才能把它放出去 哎呦外面都是老鹰 我都担心哦 那样子 现在我就喂他们那么多了 他们已经吃饱了 还有就是过年那段时间都没有看到老鹰 那么现在又开始看到老鹰呢 可能那些鸟啊飞到其他地方去去 已经开始要回来了 那老鹰回来的话 他的那些同伴也就回来了 过不了多久呢 他的那些同伴就会回来 就开始回来反击 去住窝 然后 配那个 那个啥的 就生蛋的那一种啊 到 五月份 四五月份 那些鸟就开始谈恋爱了 就有 有蛋了 但那时候又有那个小灰烟很多了啊 好了 我们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啊 大家拜拜 大家好 这螃蟹已经养了一个多星期了 已经很干净了啊 我们今天晚上要拿回来爆炒 做一道美食了 要刷一下 这种 既有那些芋泥的 大碗 好啦 现在我们要 搞啤酒鸭 然后把这个鸭肉 给它煮一下 要煮一下 这种鸭肉 在里面 在里面 我们来把鸭肉放进去 然后把鸭肉放进去 我还能吃到餐 放点小酒 放点小酒 放点小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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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鸡 放点小鸡 放点油 到门 放蒜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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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蒜苗 每天天不高 很香 有八生油 空变 哇,有油 好香哦 有香原粉的吧 豬豬豬 香香香 有香原粉 有点醃鱼 他 还没吃 有点 酱姜和素酱 喷蒜 茬子 水 蒜 interactive 把酒跟那个花旗鸡肉一点就好了 是吧 这是刚炒好的螃蟹 啤酒鸭 还有一个菜 来吧 谁还没有过来吃饭的朋友 来 过来一起开饭 试一试 这是你的手艺高楼班的 这橱鸭好有嚼劲 辣了辣了 对了不 你这个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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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啊 嗯 脆脆点 哈哈哈哈 今天晚上我们弄这个啤酒鸭 确实很好吃 还有还有这个 是个螃蟹 和蟹啊 非常好吃 这堆都是我的成绩啊 看一下 哈哈 现在吃饱喝足了 要 收摊咯 回去咯 没关注小鹅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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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